你们是看网络来的吗 你们是来对那个梗的吗 网络上的不要相信 我有差 我真的有差 只是没有全差 2024年500犀利演唱会开唱了 一身绿色的西装 还是被他穿出了内襟大褂的感觉 网友调侃说 估计是去年的确量衣服 确实只生成了一件 头发还是那么的凌烂和蓬松 台风还是那么的随意和丝滑 不用身材管理 没有容貌焦虑 演唱会也不唱 经典场面依旧层出不穷 2023年 由他亲自开创的 无唱演唱会新模式 终于飘洋过海 来到了澳洲 你说 你说 你说你感到万分之杀 甚至开始怀神伤 冰冷的水 将我冲向你的心都不停 你给的爱 无助的爱 能不能在爱 是否我一个人走 想听见你的环流 春风秋雨飘飘落落 只会寂寞 你给的爱 隐藏不住的脆弱 酸奶喝水 将我冲向你的心都不停留 要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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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车了 三个小时了 时间到了 门打开了 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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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下班 我要下班 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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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考三次了 你们还不甘愿吗 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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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了两个小时 你们还不甘愿吗 三个小时 下班 明天就走了 今天要早点睡觉 不睡 下班 不能其他的 赶快拉给我 不开 去 超主 我不知道 卧槽怎么写吗 加拿大 还有一张号 牛逼 厉害 游gomery 是怎麼寫的 卧槽 伍佰說 快點刀行不學 快點刀行不要學 粉絲說 伍佰你學壞了 來看伍佰的演唱會 粉絲就是這麼任性 你只是起隔頭 指不指揮 無所謂 伍佰伍奏 無所謂 我們全場大合唱 主唱是我們 就你一個觀眾 滿場溜达碼 五百 無所謂的音樂 無所謂的音樂 世界也变得大流起来 所有话都为你唱 所有节目也为了你安排 我们是如此的普通 肯定前世都已经上来过 讲好了这一辈子 再度唱相伯 五百开演唱会 观众买票唱歌给他听 他为什么这么嚣张 如果说有一个歌手 可以复活白领男领知识分子 等各个阶层歌迷的心 可以复活六年后 七年后八年后 甚至一年后的心 那一定是五百 他虽然其貌不扬 他被人叫做摇滚皇帝 他的声音不够完美 甚至有着隆重的口音 缺靠着指导人性的律动和歌词 鼓舞着广大听众 他的歌缓判与浪漫兼具 温柔与暴力共沉 他和他的弹队从地下酒吧 唱到万人演唱会 有些风魔的演唱风格 让他在舞台上呼呼唤唤语 调动起每一个歌迷的恶情 他的歌不因为时间的流逝 而伤识新鲜感 连过半百的他 又一次享受到了 胡的花子的感觉 摇滚硬汉 《Never之王》五百 看你嚣张的样子 我好喜欢 《Never之王》五百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